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工的一个内涵 以及卓越成长的一个介绍 我刚刚就在想 早上在听到导师在介绍 他的志工历程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导师几十年 我也是几十年 我觉得人的一个人生的历程 都在不断的经验的累积 从我们一出生 开始在家庭里成长 然后我们开始求学 然后开始就业 然后进入了职场 开始了很多的人际的互动 然后接着接着这样的发展 那还包括了社会参与 那因为这样的不同的组合 不同的交织 也成为了每个人 不同生命的版图 那我回头看看我的人生 我发觉志工的生涯 在我的生命里版图 占了大部分 我的孩子开始进入学校读书的时候 我就担任学校的志工 我记得有一次学期末的时候 我儿子问我一件事 说妈妈 校长有没有给你薪水 可见的就是我在学校待的时间很久 那我除了担任学校的志工 然后呢我也讲故事 成立剧团 然后同时呢 我也参加一些外面的一个团体 担任文化志工 导览志工 然后还有社区的关怀 那就像导师讲的 担任志工的时候呢 你会有很多的经验 是在累积扩展你生命的视野 跟不同的观点 那我记得呢 有一年 我帮 我负责帮一群的老人家 在设计一个 九九重阳节的活动 当时呢 我一个一个去采访这些老人家 那采访他们生命走过的历程 然后呢 看到他们生命的变化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如果你医生总结一句话 你会告诉我什么呢 有一个妈妈跟我讲 生命没有垫垃圾 生命要垫垫 不能垫垃圾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 真的很受用对不对 还有一个妈妈跟我说 你先就像八叉一样 会喘会累也会担大 但是要勇敢走过 才会看到 这句话棒不棒 棒 所以我的生命里 装了好多人的生命故事 那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上班的时间非常的短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志工领域里 所以我这生命里装了满满感动的故事 所以可能也是这样的机缘 所以领域长让我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也藉由这一次的这样一个分享 我也整理了导师天地逝者福满天的内容 仔细再看一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感动 因为这些的一个过程里面 导师重新给我们做了一个志工的定义 像我刚刚讲过我做了很多的志工 可能我导览 那我看了我做了13年的导览志工 我大概看了上千幅的艺术作品 可是呢他就在别人的经验里面 当然他也很好 那我也做过故事志工 我看了很多的故事 可是早上我听到导师讲了一个宇宙志工 我心里好震撼 我们这时候正在做宇宙的志工 要不要给我们自己掌声 那导师呢 在天地逝者福满天的这本书里面 给志工呢 他所接触到的一个志工的团体里面呢 他把它归类为四个形态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志工 就是他非常的乐于付出 心地善良 而且呢他无所求 只会希望社会更好 我想大部分的人 心态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都希望能够无所求的去付出 所以呢尤其是台湾人 是最喜欢做志工的 你看那在学校门口常常有导户志工 去到图书馆有图书馆的志工 去到呢 那个艺术馆有艺术馆的志工 所以台湾人真的就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地方 但是呢也有一种志工呢 比较偏向于他是希望来投入这个团体 能够受到庇佑跟回馈 也就是有所求 那这就是人性的部分 当他不足的时候 他就会有所求 再来就是拓展人脉 期待能够获得资源的连结 那通常就是进入到一个团体 他就想开拓他的人脉关系 就是想做生意 那这个部分呢也是有所求 再来就是移情的作用 弥补自己曾经的不圆满 那不圆满他需要透过一个平衡 心态的一个平衡 所以呢他透过投入志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呢 能够让自己心态做个平衡 但是呢这四种的志工您都是存在的 那导师呢在志工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呢 给我们下了一个这样的注解 我们来看 好 导师呢在我们导师所认为的志工就是 我们能够期待共同达成具有意识的目标 因而聚集成团体的这一群人 我们就是这一群人 给我们自己掌声 而且早上导师告诉我们 我们就叫宇宙的志工 这样的名词 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就像早上营运长讲的 把我们的身 我们的整个身价都提高 我们是站在宇宙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的身心灵所接触到的 是不是跟一般的志工不一样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要当志工 而且是要当天元的志工呢 好 来第一个 导师告诉我们要追求自我的成长 踏入成圣成弦的一个行列 每个人呢 都很希望他自己的生命能够越过越好 也越来越好 但是要成为一个志工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你是要来服务别人的 可是当你心中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很难去表现出来 当你心中没有爱 你很难去爱别人 当你没有进步成长 你很难带给别人生命希望 所以导师给我们一个很棒的逻辑观念 就是一切都要从自己开始做起 从修身养性 让我们迈向成圣成显的这样的行列 所以导师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规范就是 从弟子归开始 从忏悔我们做错的事情开始 修去繁殖 让我们看起来赏心悦目 那这样当我们能够踏入成圣成显的行列的时候呢 我们继而就能够因为我们的改变而带来世人的改变 所以呢 只有生命才能影响生命 第二个 借事恋心 内外双运 浮惠双修 因为我们担任志工等于跨出了我们原来生活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接触的人事源会比原来自己待在家里的时候 或者在职场上多更多 而且呢 我们有一个角色是来服务别人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会没有 会不会有一种心态就是 我不给你命质啊 有些时候做一些事情你心里不见得愿意耶 那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那其实说真的 当志工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你在学习当别人的贵人 学习在当别人的贵人 那别人也在当你的贵人 因为别人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练习嘛 那我记得我以前在 我前系统在担任志工的时候呢 我曾经去家访一个老太太 那她年纪蛮大的 七十几岁 她在菜市场卖菜 可是呢 她一直都不快乐 脸都很臭 然后呢 我就接到这个名单 我就去看她 去家访她 那我就坐在她旁边 那我就跟她打招呼 我说 阿姨 你生理好吗 她说 我生理很慢 我说 你信用有帮助吗 她说 我生理都不好 那我心里想她脸那么臭 做生意的人脸臭会不会生意好 不会啊 那我就坐在她旁边观察 那旁边观察 说真的 她菜都没有很新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菜都没有新鲜 结果人家来买菜就说 那你菜是放多久了 怎么会这样 放一口过了 你想看 如果你做生意的人这样的口气 人家会不会跟你买 所以我从 我们讲到这个是恋心 就是说 我从这个当中我就看到说 一个人能不能幸福 跟她自己的个性有息息相关 那这时候我可以做什么呢 我就是一天 两天 三天去陪她 然后呢 我就开始练习帮她 她卖菜 然后卖菜 那她菜没有卖完的 我就把它买回家 那她当然就很高兴啊 那突然有一天就突然想要问一下 说我叫什么名字 她不是说姓氏都没有好 她说小姐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有好 当我想帮助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有智慧的提升 我觉得那就是借势练心 修炼了我们的心 知道怎么样去 我们别人犯的错 我们不要再犯 可是因为你想帮助这个人 你的生命有爱的时候 你的智慧会提升 好 再来贡献自我 价值 协助天地收远 我想以前我们听过 蒋公讲了一句话 生命的意义在創造宇宙 寄起之生命嘛 对不对 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在于你能够对这个社会 产生多大的正面的影响跟意义 那我想呢 我们透过在导师的教导 我们修身养性 这是一般志工 其他的志工的那个比较少的 我们先从自己修身养性开始 就像我刚刚讲的生命影响生命 当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改变的时候 真的就是一群人都这样改变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会改变 而我们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替天收远 协助天地收远 所以我们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自身的成长 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 是不是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不断地努力 精进地学习 导师把我们教得很好 对不对 要把它通通吸收进去 对不对 对 这样才是真的导师的好弟子 那如何当一个天远的志工 第一个 导师告诉我们 自然清新的有德吃事 我觉得听到自然清新的时候 我觉得蛮好奇 那导师后面注解就是说 不要装模作样 自然就好 要有把那样的德很自然地呈现出来 把那个泱泱的风范 让大家去看到 自然那样的气息你就会吸引别人 别人看到你就会觉得 导师教得真好 对不对 这个系统教得真好 所以我们要成为自然清新之士 顺天而行 默默耕耘 我觉得我非常感动是 其实我跟卉卉姐是同一个系统 但是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 我在那里30年有非常认真去投入 但是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顺天而行 我觉得在以前从来不知道说 宗教之上还有个天地真理的存在 那在老师教导我们当中 他告诉我们就是说 你不用计较 你只要乖乖的听话 人算不如天算 我从来没有想过 人算不如天算 这句话是用在你的道德上面 你的行功利得 你的做好人这上面 人算不如天算 所以默默的耕耘真的顺天而行 这才是真的做人的一个最根本 最需要的一个道理 再来真心诚意甘之如矣 这个也是我在筹码常常感受到的感动 我记得去年2月份呢 我负责了一场的在我家附近的一场音乐会 那我那个时候呢 等于是我们附近那个活动中心第一次启用 所以里面设备都是新的 他在国小学校里面 当时营运长跟我讲说 湘宁你一个人办 我那时候也不敢去找超马家人 我就找外面人 可是呢 就有一群超马家人呢 非常热心非常积极的 就偷偷来跟我报名说 湘宁你需不需要帮忙 结果呢 这样汉不让道就来了二十几个 那其中呢 我看到几个画面 非常的感动 因为你们都没有看到 所以我现在讲给你们听 那整个场面非常的大 大概比这个还大 然后呢 他的椅子都要一张一张 铁的 那椅子很重 一张一张的掰下来 那放那些椅子之前 他必须要铺很大的那个大地毯 那我就看到两个人 那个地毯如果没有铺平 人踩到不小心会绊倒 我就看到两个人 拿那个大大的拖把这样推 把它推平 一个是我们的毕青姐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毕青姐 她七十几岁了 一个就是我们瑞云姐 她是上班都有私家的那个司机开车来接送的 对不对 我就看到他们两个拿那个大拖把这样推 我心里好感动喔 真的耶 他们平常在家 这些事情就不用做的 可是他们真的是真心诚意 甘之如意 还有就是我们当时有规划的美化组 因为那个活动中心是在学校里面 那学校里面我们要用的厕所 就是小朋友用的厕所嘛 那为了要让迎接我们的贵宾来欣赏音乐会呢 我们就希望打扫得干净 弄得非常好 就有很多超马家人 他们就前一天就去打扫厕所 扫得超级干净 扫到活动结束之后 那学校的主任校长都感激的不得了 你看喔 打扫厕所 我看的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这就是我们超马家人 真的愿意去付出的心 他不拘计叫你志工可以做些什么 他去打扫厕所 然后打扫完还笑咪咪的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那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感受到一个志工呢 真正如果如法实修的时候 他的心是很开阔的 他会因为开阔的心 有提高了生命的境界 他能够增长智慧 好 再来 那我们贵宾志工呢 培训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要建立正确的服务态度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做着做着 会用到自己的想法去运作 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 再来就是我们要提升技能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效能的助人者 或者在一个团体里面 怎么样做一些事情 才能够发挥我们的价值 再来第三个 而且我们要评估我们的效能 我到底这样做 有没有发挥到最高的价值 好 我们一项一项来看 我们的态度 第一个呢 我们既然做了 就不要计较名利 其实当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太计较的时候 第一个跟自己的心过不去 第二个跟别人过不去 你有没有发觉会计较的人 一点点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就会怎样 会生气对不对 那何必呢 当志工如果这样就很没有意义 那其实呢 当我们很计较的时候 别人看得出来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的 只有自己看不出来对不对 别人都看得出来的 再来呢 导师告诉我们 柔软 要柔软 要善良 热忱 有责任感 我看到梅烟在前面 其实我刚进超马的时候 我常常看到梅烟的时候 我心里都会觉得好温暖 因为那时候去上 营运长的课程的时候呢 他永远都是在那里 随时看有谁来了以后呢 他就妈 其实已经有时候满了 教室坐满了以后 你一进去 你会找不到位子的时候 你会有点心慌 尤其当时我是新人 可是你又看到梅烟 非常热忱的 态度 笑容可举的这样 就帮我们接待到一个 很适当的位置 那会让一个新人 感觉到怎么样 安心 他会让我们觉得 安心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下一次 再来学习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不会害怕嘛 对不对 不会去到那边 搞不清楚状况 也不知道要坐哪里 有时候人多的时候 所以呢 其实导师也告诉我们 真的要把自己修到 有一个很柔软 很和善的相貌 其实每一个人呢 经过呢 岁月的淬炼 红尘的一个洗礼 每个人都有 零零角角的 可是在这里 来到超马呢 就是要把自己修得很柔软 而且要越来越善良 最重要就是那个热忱的心 其实热忱能不能被感受到 昨天导师是不是告诉我们 他是个充满热情的人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 太棒了 最重要是责任感 我觉得身为超马家人 除了做事情的责任 就是我们在服务的责任感之外 我觉得我们要身为超马家人的责任感 因为我们是宇宙的志工 我们跟一般是不一样 所以那个责任感是自己给自己监督 不是别人给我们监督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让自己做到极致 做到最好 因为我们是宇宙的志工 好 再来呢 我很喜欢导师这句话 心中全无功德相 只求落实与开创 其实呢 求不求功德 其实导师有讲过 阳散不如应得 是不是 对 那当我们 其实你默默在耕耘 漫默在做的时候 自然天地会看在眼里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我之前担任一个关怀志工的时候呢 我曾经陪过一个美国 在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 儿童脑神经内科的医生 他回来台湾 那这个医生是这样 就是说他目前是在22州服务 那因为他就是 可能就是他有治愈了一些罕见疾病的儿童 所以他在美国就非常的有名 那但是呢 他很懂得报恩感恩 他每次都用每年 用一个月的年假回来台湾 那他回来台湾做什么呢 他就是到各医院去看到那个重病的孩子 那有一次刚好就是我轮值陪着他去做这样的探访 然后呢 我就听到他呢 跟那个得了血癌的孩子讲说 你要好起来喔 好起来去完成你的梦想喔 你的梦想是什么 那医生 那个孩子说我想当医生 他说太棒了 你一定要让自己好起来 当医生就是你的目标 那你好起来以后可以去 因为你生过病 所以你知道生病的人的痛苦 所以你可以因为知道别人的痛苦 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 结果那个孩子我就看他突然变得很有 很有希望很有力量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那个妈妈就含着眼泪 对着这个医生喔 这个医生姓曹 她说曹医师谢谢你 我们素妹平生 你还愿意来这样看我们 还给我们这么大的鼓励 你知道这医生讲了什么话吗 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谢谢 你们一定是上辈子有恩于我 我今天才能来报恩 大家有没有听得好感动 师父我们刚刚讲的不求名利 心中全无功德相 他就是在创造他自己生命的价值 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他在报恩 他觉得他今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他应该把他的成就 用在最有价值的上面 最有价值的生命是什么呢 鼓励让一个人有希望 鼓励的让一个人有希望 有力量 你想想看 在面对一个血压的孩子 他的家长 他的家庭 这样的一句话 是不是就如甘霓一般 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做的时候 就全生命去做吧 好 接下来 服务的技能 我们需要具备正知正见 其实导师常常讲就是说 不要误人家的灵命 那不要误人家的灵命很重要是什么 自己要有正确的知见 可是正确的知见 是不是想要有就有 不见得耶 他是需要 老师讲的火候嘛 要练习嘛 我就曾经看过一个 人家传给我的一个 一张图片 就是一个嘉飞猫 妈妈 他在教他的三个儿子 在包粽子 端午节到了 就教他们包粽子 然后妈妈说要这样折过来 然后再把米放进去 然后再这样折过来 然后再凹下去 然后再用绳子包起来 懂不懂啊 三个儿子都说 咚咚咚 咚咚咚 结果呢 包出来的三个粽子都怎么样 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导师在教我们 导师说我们懂不懂 我们都说什么 咚咚咚 可是我们坐下来都怎样 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不断的磨练 我们自己不断的学习 政治正见是要靠我们自己努力 还有下定决议 真的要度人接引人 要服务人都要政治正见 再来知晓分寸 应对得体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这个范围非常广 那我就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都很想要帮助别人 那有时候都很想去改别人 就是不行不行 你要这样 你要这样做 那其实说真的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 到底有没有政治正见 有没有做对 对不对 那重点应该是怎么样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要 把他带到导师的面前 还有就是把每个人的责任 交给他自己 那因为我现在呢 我从一月份开始呢 我就在天文中心 礼拜五下午待一个经营会 那因为也是同学们的努力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新人 那新人当然都来自各方面嘛 那各方的人士 其中有一个就是在宗教领域 研究非常多的 非常深入的 那他常常就会提一些 宗教上面的一个理论等等来问我们 说真的 他问得太高深了 有时候我也看不懂 也不知道怎么讲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美妍你会怎么办 美妍来跟南高寿你会怎么办 好感恩 感谢您的这样子的一个临时的提问 那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会建议他可以到我们每周都有网路共修 那这样子呢能够跟有导师的教导 然后呢让他的提问得到一个比较妥事圆满的解答 谢谢美妍 其实我也是想这样做 但他就不要来啊 他那个时候就不来 后来我就想呢 因为那他会 因为他有加入我们群组 然后他就会问 问很多人这样 那我们的那个志工的群组里面 大家都很头痛 那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他 因为当然也希望他看书啊 看怎么样 但是当他不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想一个办法 我就说 是是是你目前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没有错 我当初也是这样 我当初也是看到这个样子 那可是我后来发现 我做了另外一个尝试以后 我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不过呢 你可以选择你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个研究 等你想好再跟我讲 他自己就会想好 他自己后来就会想说 我觉得我是不是有太多的知见太固执了 那我们当然也不能说是啊 我说不会不会 我也是这样 所以呢 其实这有一个就是说 以退为进的方式 我们接纳他现在这样一个阶段 当然这是我的处理方式 也不见得完全对 就是以退为进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学习姻缘 都要还给他自己 我们只是一个陪伴的过程 而且我们也希望有这个机会 引领到导师的面前 那至于他要做什么决定跟他自己有关系 所以我在我们的经营会的第二堂的时候呢 我就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说 大家这样的一个学习呢 我们提供10%的服务 我们很认真把课程设计好了 那90%呢 你们成长就要拿回去 自己要把这样的责任给扛起来 我觉得这样讲的时候 大家愿意为他自己的学习负责 所以我们礼拜五的那个新人的持续率算非常的高 那我们接受他 接受每个人在学习过程当中他的疑虑嘛 我觉得那个过程 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疑虑过 我是来两年以后才完全心门打开 我在这很诚实讲 不过我这两年是非常认真的做实验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分寸的拿捏 跟得体的应对 也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好 再来就是价值判断跟危机处理 我为什么会把这个部分列上去 是因为 我也是到那个去年的12月份 第一次参加我们的音乐会 现场的 那当然我后来发现说 这跟过去我所接触到的一个志工团体 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过去我们的一个修行团体 或志工团体大部分都是认识的人 可是抄马不一样 抄马你来的都大部分是不认识的 那我就观察到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 我见一个朋友是在宜兰那边 那宜兰那边呢 他以为要搭宜兰的游览车 可是宜兰的当地人又不认识他 那他也不知道他应该搭哪部车 那如果这个人去问说 那我这时候应该坐哪部车 那这个看又没有他的名字 那个看又没有那个名字 请问这时候该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它确实有这样发生 当然后来这个新人还是有位子坐了 那后来这个问题我就在思考 我就在思考就是说 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利基点或者是 我们在思考的高度定位在哪里 因为既然我们的活动是定位在渡人 所以不管是谁渡的 新人是不是很重要 新人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第一个判断是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服务他 这样就有可能让他因为我们的服务 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让他对我们产生好感 留在超马里 对不对 所以其实处理的方式非常多元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最高的 价值判断的目标 第一个就是它一定要是圆满 那既然我们的定位是在渡人的话 我们就要从渡人这样的高度来决定 我们要做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再来 刚刚危机处理跑掉了 危机处理的部分就是说 因为有新朋友告诉我说 他们因为在领口庭域馆在楼上 那因为有楼梯比较陡 灯光比较暗 所以他看到有人摔跤了 那这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 那我那个时候自己就会想 就是说 那这个时候危机处理就很重要 那当然事前的规划 事前的思考 那到后来在现场 如果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如何来做这样的一个 危机处理的一个研判 那是不是我们场地有医护主 可是医务组不见得在他旁边 那我们旁边是不是有机动组 或是怎么样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活动 在考量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的规划 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日后在安排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可以有再深度的一个思考 那我想这个只是一个举例 因为说真的 一方面是问题很可能很多元 那再来呢 可能有些都是新经验 只是说我们在价值判断 处理的时候 真的要有个基准点 知道怎么做 那当然首先心不要慌 心不要慌 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好 再来服务的效能 我觉得我们每次都在办活动 每次都在办聚会 但是有没有想到 我们自己有没有进步 好 那我很喜欢几句话 这几个字是我常常在要求我自己的 有做 做完 做对 做好 做美 我们做到哪个等级 好 其实 有些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思考的话 我们常会不知道说 我这次做完了 我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事情 我只是做 有做了 我可能也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那到底有没有做对呢 那有没有做好呢 是不是可以更昇华一点 可以把它做美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真的是每个人都要回来问问自己 这样我们担任志工的这个角色 才有成长的价值跟意义 再来 其实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就是 这样的做到最后我们有个指标 就是我们就是要增进度人的能力 那度人能力非常的多元 你和善的态度 得体的言语 等等的 这些都是让我们能够度尽天下善事 所以度尽天下善事不是一个口号 是我们的努力 从我们的正知正见提升的态度 我们的效能 我们的效益当中去做的努力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志工的范畴 其实在超马的志工的范畴 真的比一般都多元 有服务的志工 有经营会交流会还有大型活动 那当然切割得非常细 像发书啦影音志工等等主持的经营会 还有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音乐会等等这个部分 那我想呢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运营 大家都非常地用心 也非常地认真 那比如说像游览车的服务 那在这个部分呢 在12月份 刚好每年请我担任那个游览车的服务 那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我想说 大家第一次接触到导师的歌 通常都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 可能那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 在车上做一些沟通 其实多做一点点 效益就不太一样 那待会我们也会有专人来介绍一下 他这一次做得更好的 那活动场地的各项事务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接引 好那我想呢 去年底跟今年年初呢 我们做了一些跟外面 做一个配合的接引的活动呢 也想跟大家分享 这一张呢是我们有一个超码的家人呢 他刚好他有一个案子 那刚好我们就协助进去 将我们的音乐会带进去 那其实呢一般来讲带进去 我们大概都只有唱超码的歌嘛 就是导师的歌 放大唱这样 那这一场呢 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不同的变化 那大家也听过一句话叫 移风易俗 莫善愉悦嘛 就是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当你要去改变一个社会风气的时候 音乐是最快的 当然要被改变那个风气 音乐也是最快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我唱第一句 你们唱下面那几句 最人的心不都在都里 耍脸 我早去 不对啦 我晚去睡 早去 这差很多耶 是不是 你会不会觉得这首歌 是不是把做媳妇的道理 都写在歌词歌曲里 所以以前人比较乖 以前的媳妇也比较乖 以前我觉得我妈妈她们都是这样子 可是呢 后来你会看到 那个时候这样的时代 有很多劝势歌 那因为有这样的劝势歌 它融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大家都知道做人做什么 偷偷力 就是在歌词里面 我们就是这样做 那就是一种潜移默化 可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呢 又有不同的歌流行起来 那我记得呢 我小时候就很爱唱歌 那我就会拿扫把 以前那种扫子 扫子的那种稻草白的嘛 我一米扫 一米唱 一米唱 我就觉得唱得很好听 我妈妈说不要再唱了 太厉害了 后来我来到抄马我才知道说 因为我唱得太像了 太像了 所以我妈妈觉得 啊 怎么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会唱得这么悲凶 有一首歌 台湾有一个时期都会用 日本的演歌翻译成 我们台语歌嘛 有一首歌我想一下怎么唱 有没有很悲伤 难怪我妈妈很不舒服 我还想如果没来抄马 我会常常唱这样的歌 因为我唱得很像对不对 好听吗 可是 可是导师说不能这样唱啊 对不对 导师说要唱什么 圆缩泊世界吉祥 接下来呢 盘三方世界大太阳 只有你我有心就会不一样 值得细细思量 是成为江湘 这三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层次不一样 这样差别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跟社区接下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那这样子其实他们就知道 为什么要听导师的歌 那再来 这一张是在宜兰的七张里 也是我们抄马家人介绍的一个地方 你看这么多人 其实我们每次在接下团体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对象是谁 只知道说就有一个团体这样子 结果我们就当天呢 也设计了很多活动 我们后来一去才知道说 有七八十岁的 都是这些老阿嬷这样 可是你知道我们用什么歌曲吗 天似火力 喜盈人生 爱太阳 还有一个快乐工厂 其实你知道吗 导师这几首歌都是节奏非常快 对不对 我们在前面呢 其实介绍导师介绍歌曲 然后呢 你知道我们后来带到最后 那些老人家都自己跑到舞台前面来 跳成一整排 他们跳得好开心 那当然呢 其实呢 在每一个的介绍的过程当中 都在注入一种能量 注入一种机会 那我觉得不分年龄高低 只要有机会可以接触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投入社区做一个拜访 那当然有一些社会团体的邀约 还有个人的邀约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做的这个 因为我们都在做 可是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我有什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再更进步一点 真的就是让超码的音乐 超码的书籍 超码的观念 能够穿梭在大街小巷之间 好 再来团队合作的效益跟经营 我觉得这跟志工团体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把这个部分呢 用在我们经营会的 以及我们在往外推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想里 第一个是角色的丰功 除了主持人 然后音效 还有一些的 我们还有那个群组的关怀小组 好 就是说呢 有些人轮流你可以放 比如说那一堂课我们有讲到 疗愈权力 那他就听到的那个志工就会 就会把疗愈权力再po上去 然后导师的音档 比如说我们讲到爱与感恩的话 他就会配合把那样的音档 配合那样的音档给送上去 放在我们的群组里 那呢 每一个人都有事做 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 每个人的心都在当下 每个人都在群组里 那在这个过程我们的群组呢 我们的成员彼此之间都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建立信赖关系 那我们的信赖的基准是什么 我们直接导师 直接天地 所以我们没有分彼此 也没有分说你是主持人你是谁 我们都是平等的 我们都是平等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对着导师 好 再来 我们很多的讨论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安排我们都会共同的参与 然后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也会有讨论 那每个人呢 在工作的当下都是各进其职 然后呢 有人有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自动不畏 所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 很完整的支持系统 所以呢 一个人走不长 一群人走得远 所以我们在推动 不管是对外推动 或者在精英会的时候 我们都做得很开心 而且我们因为彼此的 那个彼此的那种共识凝聚力 我们真的常常在每次的活动 我们都感动了我们自己 也感动了对方 所以呢 我们每一场 我们都非常的珍惜 那当然呢 在志工里面呢 他的所有的成长都要经过学习 再来就是具体的行动 自己在生命上产生的成长以后 就会有收获 那接下来呢 我会 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跟我很好的一个伙伴 他才进来超满一年多 我从他身上看到 他呢 一进来 他就主动跟我讲说 他要去参加那个 我去年2月11号的那个音乐会 那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他 他主动报名要当志工 后来我看到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我也看到他 然后呢 这几次呢 我看到在游览车监影上面 真的一直遭受到挫折 可是呢 他都没有放弃 他一路上就是say yes 而且把每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我们先来欢迎雅惠来跟我们做分享 非常谢谢雅惠 那他这么努力做着做着呢 他那天在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的时候 他的分享就是说 他的收入增加了30% 而且他还讲他还去了美国 还有做了很多的一个财布师 可是居然他还在这个部分增加 所以其实呢 真的有些时候 我真的看到他是不求回报 而且是全生命的去投入 他每次跟我讲说 他碰到什么挫折呢 我说那我们该怎么弄 他说没关系 我再来 再做 再做 真的就是再试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他跟我讲说 他最喜欢听导师唱的 再试一下 那我想呢 其实即将进入尾声了 不好意思再耽误一下大家时间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故事 这个故事一直激励着我的人生 一直要往前进 就是一队父子呢 他们在雪地里比赛进走 就进走的不是比快 是比谁走的比较直 走到对面的山头 那这时候儿子就想了 他说我如果走快 我可能没有走的爸爸那么快 可是我一个脚印 跌着一个脚印 我一定走的比爸爸直 走的比较直 结果父子俩呢 走到对面山头 回头一看 你们猜谁走的比较直 为什么 大声一点 为什么 他说我看着目标 其实呢 我们在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好像都看着脚印这样走 就看着眼前 看着眼前 可是当你看着眼前的时候 你很容易怎么样 走歪掉 你可能看这个事情不舒服 看那个不顺眼 看这个我不想做 看那个我不愿意 可是呢 也因为这些 牵判了自己的修行 那我们在超马尼 导师教导我们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 谱传宇宙真理 自己的目标 再来 协助天地收缘 再来 导师告诉我们 成就人生的智慧 这个都是最高的等级 当我们看着 至高的目标的时候 你不要因为你眼前的 那些小事给办到了 所以呢 我们真的就是要 跟着导师的愿心愿力 一起去努力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世界 唯一仅有的一朵花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可以 发挥他的贡献 不管你要大离开 还是小离开 只要人家都很漂亮 接下来我要教大家 讲一句台语 那我讲一句 你们跟着讲一句好不好 一粒经纸一张手 万粒经纸 赤祖林 中午一天 火开门蹄香 火开门蹄香 够借才怕人 诚挚邀请大家 我们来看最后的这段话 你我的行动决定世界的未来 让我们此刻为这个 充满意义的目标 努力前进 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